再来看看昨天的冲突情况 反核四的民众呢 占领了凯道跟忠孝西路 凌晨警方开始驱离 而忠孝西路的地下道呢 在凌晨四点半也出现了冲突 镇报警察手持盾牌从地下道出现 有部分激进的民众就开始 从上往下丢东西砸警察 包括了交通锥 耗制感甚至呢 是玻璃酒瓶都被拿来当武器 还有比较理性的民众 跟丢东西的人寻对呛 场面一片混乱 凌晨四点半忠孝西路一段 下方的地下道 出现镇报警察全副武装 手持警盾往前突袭 上方四周反核的民众为了反抗 开始从上而下乱丢东西 警方用灭火器将洒在地上的酒覆盖住 就怕发生危险 抗议民众除了把交通锥 耗制感往下丢 连酒瓶也变成武器 所以玻璃差点割伤人 为了清空地下道 水珠驱离持续进行 现场气氛火爆 反核的民众当中 也有人为了呼吁大家理性 而和丢东西的人 发生冲突对呛 场面混乱 双方互相发生腿挤 警方虽然有盾牌也得退离 有人还在现场 泼洒沙拉油和洗衣粉 让地面变得湿滑 寂静的民众在地下道大乱斗 起了内讧也和警方不断僵持 一团混乱一直持续到凌晨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